日本比丘用武士刀恐吓女友 千叶县城田山新盛寺的比丘 用武士刀恐吓女友 抢现金 遭警方逮捕 对于警方的调查 该比丘否认犯案 该名比丘现年29岁 他对女友的简讯感到生气 于是在11月29号打电话给女友 并恐吓说 会杀光你全家 把女友叫到超商 女友赶到超商后 比丘拿出武士刀恐吓说 我要带你见黑道 还开车在女友乱逛 之后逼他在超商提管机领前 抢走现金两万元 对于警方的谈讯 比丘表示 只不过是借两万而已 并且否认犯案 看来修炼的还不够啊 不知道各位观众 对这笔抽的看法如何